昨天晚上美联储那边来消息了 暂时先不加息了 为啥呢 加不动了 每一次加息其实都是对美国以及小弟们的一波暴虐呀 咱们就说美国北边的兄弟加拿大 好几个省长都出来说别加息了 再加息玩犊子了 美国自己内部压力也非常大 连续加息11次 基准利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25%到5.5%区间 而即便是这样 每个月只能塑表950亿杯水车薪 美联储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表示说 第三季度美国经济那是步步生机万无警发 但是虽然现在的情况是好低 前景是光明低 美国依然是欣欣向荣低 但是我们依然会评估进一步紧缩政策的程度 现在的美国实际的情况来看 就业增长放缓 通胀始终没降下来 而美联储依然说要把通胀恢复到2%的目标 我估计连再傻的美国人都知道 这帮孙子嘴里面没有实话 美联储还说可能会适当调整政策立场 不过经过我的分析 一场似曾相识 感觉扑面而来 一场经济危机可能很快就会降临美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听到我前面说的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了 磊哥你又唱衰美国 其实不是我唱衰 是阿迈利卡现在是真不给力 你听我慢慢说 发生什么事你就明白了 这里再提醒新粉丝们一句 磊哥在分析经济大趋势上是从来没错过的 首先 美联储主席这次说了 完全没有考虑降息 美联储不会考虑任何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 第三句啊 我们坚定的要把通胀降到2% 就这三句话全都是假话 首先根据美联储过去每一轮加息的经验 美联储在季度会议上对于加息或者降息的预测 全部都是放嘴炮 什么最后一次加息 什么可能结束加息 全部都是胡说的 比如2018年底 美联储就放嘴炮说 2019年还会加息三次 并且会持续缩表 结果2019年不但没有加息 反而直接降息到0到0.25 缩表是不可能缩表了 反而是疯狂的扩表 顺便这里啊 给小白朋友们说一句 缩表扩表里面的表 指的就是资产负债表 简单来说就是欠钱欠多少 当然啊 资本市场里面都是老油条 谁也不是傻子 很多美国资本已经开始提前压住 美联储是最后一次加息 别看鲍威尔继续嘴硬说还会加息 但是市场明显已经开始预判 美联储到第四季度也不敢加息了 那为什么美联储不敢再继续加息了呢 很简单的道理 最近两个月 美国中长期国债严重滞销 价格贬值 收益率快速飙升 无论是10年的20年的30年了 都创出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 这里再多说一句 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收益率 它越高 说明你这玩风险就越高 风险高的长期债 你当然就得用更高的收益率 来吸引别人上套啊 这次美联储停止加息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因为之前多位美联储委员都出来放话说利率太高了 所以说美联储已经开始投降了 想通过加息把通货膨胀降到2% 这不寸寸做梦吗 现在美国的通胀可不是说单纯通胀的问题 而是美国整体实力的衰退 以及在地缘政治上连续的翻车造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领域无法承受高利率 那就是房地产市场 我直言现在的情况跟2007年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全美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指数全部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这幅图是从2000年的1月份到2023年10月份美国房价指数图 如果分一下时间段可以看出2000年到2007年一直是在飙升的 然后一波金融危机让房价直接崩盘 经历三年的恢复期之后继续走高 并且在2019年大放水之后活见起飞 这种情况像极了2007年 而且还是ProPlus版本的2007年 其实不仅是房价指数相 包括经济增长通胀就业企业盈利情况都很像 过去的一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数据看来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看起来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失业率处于低水平 CPI经历快速上涨快速下降后 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它就降不下去了 从去年一季度末开始 美联储突然疯狂加息 连续11次加息让基准利率达到了5.25到5.5的水平 为了压制通胀 美联储一直以来放话都说 承诺保持高利率不变 美联储一边说要压制住通胀 还说要保持高利率 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是快速的攀升 这他妈好像和2007年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看这图第一幅图是2007年当时的情况 蓝色的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红色的是利率 黑色的是通胀水平 再看看现在完全一样的情况 马克思老爷子是成我不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还真是周期性的 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利率也维持高位 美股受不了了 开始下跌调整 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开始转差 但是估值和股价还在高位 这很明显和2007年的情况是高度相似的 而现在美联储的加息都加不动了 现在咱们就看下个月 美联储是否还不敢加息 如果真这样的话 很可能加息周期就面临尾声了 如果这样的话 一旦美国重新进入降息周期 那美股房价美国的汇率 全部都得快速下台阶 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大风险 还是得有所准备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就说过 美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进入死胡同了 怎么走都是死 早死晚死的问题 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率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0% 如果持续维持高息 那每年美国就要拿出四分之一 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去支付利息 那美国的国债会直接崩盘啊 因为谁都看得出来 你美国的国债已经成庞氏骗局了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长期国债利率大涨的根本原因 现在根据已知的数据 美国的财政收入最大的支出是医疗方面 而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领域 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美国贪污腐败 绑架国家最大的利益集团 而在美国这种政治体制之下 他们可以直接绑架国家 绑架政府 你根本就动不了他们 那美国就只能继续发债 但是现在的现实是美债根本就卖不动了 世界上最大的卖家全部转向抛售美债 不再增持 这是为什么美国长期国债利息大涨的根本原因之一 120%的美国联邦政府负债 最高最高 也就是能承受5.5的基准利率 美元美债美国的信用货币体系 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美国军事霸权之上的 但是现在美国的实力大衰退 美元美债出现了艳赛湖长耿祖 美国的国家信誉更是快速坠入谷底 那么美元美债这套金融游戏很明显 它玩不下去了 所以不管是美国是接着死扛加息 还是躺平了降息 对于美国的经济都会是一场巨大的打击 所以大家就继续见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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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